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4号星期天的百个大世纪 我是佩斯 新闻开始来跟进印尼亚航QZ8501消息 印尼气象局今天公布14页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 客机最毁前就处在热带复合带的恶劣天气 遭遇冰冻环快 也就是出现结冰状况 造成飞机失速 报告也说 根据卫星图像数据显示 客机当时处在摄氏-80度至-85度的极端温度 当局似乎在暗示冰冻是坠机的主要因素 这报告也列出了几宗因恶劣天气造成的空难 包括2002年印尼Garuda航空421航班 和2009年的亚当航空574航班 QZ8501事件还没有完结 印尼亚航又发生状况 根据印尼媒体报道 昨天晚上9点 一架从印尼四水飞往万龙的班机 在起飞跑道途中 引擎突然熄灭并发出巨响 而且客机开始后退 机上了120名乘客陷入恐慌 当客机维修好 可以继续飞行时 大部分的乘客都害怕同样问题会再发生 而选择不登机 那印尼亚航交后退钱给不愿继续飞行的乘客 初三评估考试去年底低调的放榜 许多考生担忧成绩会影响他们在中四修读理科的机会 到底如何分班一直都是个话题 那教育部副总监阿敏森林说 校方分班时可依据初三评估的科学和数学成绩 并参考学生的校本评估成绩和心理评估结果 来决定让他们入读理科班或文科班 他举例说 如果学生在科学和数学科目中考获A或D等的成绩 并在这两项科目的校本评估中 获得至少第四等级 同时有兴趣修读理科 那么他们将被允许入读理科班 来关注水灾灾情 东海岸灾情开始好转 灾命人数一直下降 他们陆陆续续回家清理家园 在吉安丹州水灾灾区目前进入清洗阶段 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水供 那马清英总团长张盛文炮轰 吉安丹水供公司没有能力处理灾后水供问题 根据灾民投诉 那水灾发生了一个星期前 吉赖部分地区其实已经出现断水的问题 因此张盛文认为 吉安丹水供公司不能将问题归咎于水灾 造成断水 另一方面 大马气象局预测 本月8号和9号进入东北季后风 带来第五波豪雨 第一波的豪雨 一向柔佛和沙老月 东海岸三周会受到些许影响 豪雨不会丛林灾区 新闻的最后来看一则行善故事 中国江西一名68岁农家老婆婆 为了减轻儿子的经济负担 自己每天在寒风下挑着竹篮 在街头拍卖土产 上个月一名男子用了100元的人民币钞票 向他买了15元的番薯片 后来老婆婆发现是假钞 打算追上男子时 却不幸被竹篮半倒在地上 气得大哭起来 那这时呢 有一名男路人甘愿掏出了一张真钞 换了老婆婆手上的假钞 然后匆匆离去 这名好心男子后来被网民人漏搜索 原来他是一间学院的会计老师 他事发后反思 当天急着去办事 其实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帮助老婆婆 比如把所有的土产买下来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